今年的金曲獎頒獎典禮充滿不少精彩亮點 日本搖滾樂團身無鼓掌 首都來台登上了金曲舞台 帶來多首神曲 讓全場是熱血沸騰 另外變裝皇后妮菲亞 也驚喜地出現在大螢幕上伴舞 而好久不見的金曲歌后順子 睽違十年再度回到了金曲舞台上 演唱招牌歌曲回家 讓全場觀眾聽得如吃如醉 火影忍者經典神曲音樂一下 全場熱血沸騰 日本搖滾樂團身無鼓掌 出道25年首度來台 登上金曲三舞舞台 轟動全場 鏡頭掃到台下音樂人全起身 跟著嗨唱現場宛如 生物鼓掌的專長演唱會 復古亮片開插洋裝 果然是辣妹駕到了 台語歌手張秀卿華麗排場 讓現場化身大型舞廳 合體客語歌手吉娜兩人演唱實力 也被網友盛讚 根本是本場MVP 大螢幕的伴舞甚至驚喜出現 變狀皇后妮菲雅 讓全場為之瘋狂 而金曲三舞亮點之一 還有順子回家了 熟悉旋律 掀起粉絲回憶殺 旅居法國的順子 睽違十年重現在金曲獎舞台 演繹當年走紅的招牌歌曲 而金曲三舞美聲 還有它 翻唱Coplay神曲 療癒全場 去年拿下最佳新人獎的 洪佩瑜 歌唱實力被網友看好 是未來準歌後 第三十五屆金曲獎 各式亮點 也為典禮增添不少精彩時刻 記者綜合報導 當